绘画的学习 这一课绘画的内容呢 刚开始已经介绍了 是掌握初次见面时的 一个基本的寒暄方式 这一课的绘画呢 是由第三方介绍 两位第一次谋面的人相互认识 在这个绘画中呢 我们会学习初次见面时的 基本寒暄方式 自我介绍时的基本方式 以及呢 早上见面时的寒暄用语 除了刚才学习的句型之外 我们呢 再学习几个绘画用语 首先呢 第一个 接着 然后是 こちらは Mike Mirasan desu 这就是 アメリカから来ました 最后一个 どうぞ よろしく 首先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 说法 初次见面时的 寒暄用语 相当于中文的 初次见面 接下来呢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这个是早上见面时的 问好的 说法 更简便的说法是呢 おはよう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第一次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呢 要使用 更重视的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好 我们下面看下一个 こちらは Mike Mirasan desu 像第三方介绍 自己的熟人时呢 会使用 こちらは 某某 さん desu 他的意思是说呢 这位是某某先生 或者某某女士 在这里呢 こちら 他是用于 表示 第三人称的 一个 半名词 用来指 说话人 旁边的人 一般呢 用于指 跟自己 同辈 或者身份 稍高的人 好 下面 我们看 下一个 说法 アメリカから きました 当介绍自己 是哪里人时 会使用 から きました 这样的说法 在这里呢 から 是表示 起点 来的 起点 的一个助词 在这里呢 表示 きました 他的起点 最后一个说法 希望大家记住的是 どうぞ よろしく 这个呢 也是 第一次 见面时的 寒暄用语 要请 对方 多多 关照 这时候会说 どうぞ よろしく 那还有一个 比这 更为 正式 更为 正重的 说法 叫做 どうぞ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在日语当中 同样的 说法 句子 越长呢 表示 说法 越正式 刚才我们学到了 おはよう 和 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 那这里呢 どうぞ よろしく どうぞ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那 更长的 说法呢 显得 更加的 正式 好 好 到这里呢 我们第一课的学习就基本结束了 那 稍微的回顾一下 第一课呢 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内容是初次见面时的寒悬方式 以及呢 相关的一些巨型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 希望大家在充分练习的基础之上掌握这些绘画的内容 那第一课的学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